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峰是盖帮帮主 郭庆表面上好像没加入盖帮 但他是前帮主的徒弟 现任帮主的丈夫 盖帮的人不会拿他当外人 他自己也不会拿自己当外人 实际上他就是盖帮的人 但是两人的主打武功相同 都是降龙十八掌 乔峰一开始学的是降龙二十八掌 为了名字好听 改成了降龙十八掌 显然十八比二十八好听多 郭敬学的降龙十八掌 是在原先十五掌上加了红西公天的三掌 虽然有所不同 但毕竟是一个传承的武学 中间有所改动都是正常的 最后是二人的角色 并未相同 都是大侠 一心为国为民 既然这两人有这么多相同点 那究竟谁更厉害呢 单纯从武学来看 应当是郭敬更胜一筹 郭敬身怀降龙十八掌 九阴真经 空明拳 还有老丈人黄药师桃花岛上的武学 他想学哪个都可以 而乔峰主要就是降龙十八掌和秦龙公 秦龙公乔峰只展现了一回 表面上看只是割空曲 但也极有可能是催梦降龙十八掌的内功心法 但再怎么样 应该还是无法超越九阴真经的 九阴可是脚的江湖中人挤破脑袋 乔峰唯一有机会在武学上超越孤敬的是 他拿到一金经的时候 但他没学 从实战上说 应当乔峰更强 乔峰平一套人人 都会在太祖长拳 就能在巨弦庄大杀刺风 很难想象郭靖若步 使出降龙十八掌 紧靠江南七怪的武功能打出什么效果 乔峰和郭靖的武功进阶之路是完全不同的 乔峰是一路打一路攒经验升级 郭靖是一路学技能 然后升级 战斗经验乔峰远胜郭靖 但是上面说的这些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异议 这都正常 毕竟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有没有能够一下子分出两人 谁更厉害的办法呢 这是有的 那就是他们面对各自老婆的时候 乔峰一场把老婆打死了 而郭靖 黄荣 你动一个时事 返回邹湖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